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天啦 大家早安 全家在哪裡吃早餐 今天的早餐就在飯店一樓 今天早餐最特別是這個鯛魚生魚片 配上蛋 還有這個醬汁 鯛魚 這個 玉子 拌拌 很好吃耶 有點像吃壽司 但是又多了那個 蛋 的甜 然後還有那個 醬汁的味道 我們現在回房間 收一下行李 等一下要出門了 然後白天這邊飯店的view 真的也是 滿好的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 很像那種 護城河 然後還有這個城市 中山市這邊的街道 然後還有路面電車 飯店窗戶的遠方 非常認真的 看可以看到這個 松山城 現在要開車 先往松山城 開車大概五分鐘就到松山城附近的停車場啦 我現在就帶大家去松山城看看吧 在日本自駕 停像剛剛我們那種停車場的話 大概一小時白天是200塊日幣左右 然後這個松山城附近還滿多 滿多停車場的 剛剛那個銅像是松山城初代城主 加民 好不好 加民的一個銅像 松山城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它的天手 就是整個城的範圍裡面最高的 大家比較常見的那個天手隔啊 它的因為海拔位置比較高 所以我們要坐一個單人的纜車上去 然後在這邊的 投 投幣機 買票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松山城的歷史 非常的久遠 在1602年的時候 就有了 而且是現在先存12個天手中 跟基路成為一一樣 是用連立式天手的 我們現在就 在這個館內要去搭 攬車啦 單人的攬車 像你們滑雪做到的那種 好 我們去右邊做比較有特色 個人的攬車 喔 這長得像 遊樂園 兒童樂園 哇這個 我個人是沒有滑過雪 所以沒有做過這種這麼酷的 單人式的攬車 這真的有點酷 它速度其實蠻慢的啦 但是有一點晃動 然後 沒有其他的安全的繩索 所以我覺得這小朋友 應該是沒有辦法做的 因為 還蠻容易 如果你亂動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會掉下去 剛剛的這個單人攬車 感覺怎麼樣 你的刺激很好啊 真的蠻酷的 我也是第一次做這個 好玩 我們現在走到天手 松山城的天手 還有10分鐘 松山城這邊連廁所都做得蠻有味道的喔 我在日本也去過不少的這種城堡類的 好像是第一次天手要爬這麼久 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天手也是很高的 是在那個 我跟Bob去騎複線的那一次 我忘記那個城叫什麼名字 但是那個城也是 花了我們蠻多時間爬上去的 還要再走到這裡 我們現在登到一半可以看到這邊 因為地勢高的關係 可以看到松山市的市景喔 通常在這種日本的古城啊 這種木造的門都會是蠻重要的文化財 因為比較難保存 這個松山城的腹地也蠻大的 我們從剛到現在 坐了那個單人的纜車 然後又散步了十幾分鐘之後 才終於要進到這裡面的天手 來到松山城天手閣囉 接下來就要進入天手閣啦 走吧 這個洞 就是拿來 防禦敵人的 從這邊 還是手裡先 就可以射擊 就射擊位置 握射預備 我弟懶得理我 哈哈哈哈 終於來到松山城的天手入口囉 進去吧 這個樓梯都非常的抖 要來參觀的時候要小心 據說這個陡峭是為了防止敵人快速進入 通常這種有歷史的城啊 或者是天手 裡面也會放一些 就是有點類似博物館的歷史文物 給大家參觀 這就是第一代城主 家民所穿的舊甲 我弟說這個是血輪延 這邊就是日本出名的武士刀 太刀 剛剛那個洞就是用這個火神槍 對準 還是什麼用啊 開保險 開始射擊 太低能了啦 然後換完來體驗 雖然我是海軍的 但是也是有打破疤 欸這看不太到啊 這怎麼射得到人 視野蠻小的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用 除了剛剛的火神槍體驗 這邊還可以拿一下武士刀 看看它的重量 剛剛有刀槍嘛 然後這一區是介紹那個城的一些建築的工法 這邊它不有免費假咒體驗 還有教你怎麼穿的順序 我們來試穿一下 這邊從第一開始這個是 綁腿 現在組裝到一半啦 把身上的那個 甲咒也穿起來 好啦在這邊可以免費 體驗到什麼 貨真價實的傳統甲咒 真的是滿不容易 可以來這邊跟你朋友 或者是那個 兄弟來拍個照喔 剛剛拍完了 現在要繼續 從二樓前往三樓 大家如果有來 爬任何的城啊 然後是有天守的話 記得通常都要爬到最上面 可以看到風景 參觀完啦 我們現在要離開松山城了 怎麼上來的 就怎麼下去吧 這個東西再做一次還是覺得蠻酷的 而且舒服啊 出乎意料的舒服 好 我們搭完下來了 接下來就去開車找飯吃囉 再出發 歡迎來到道後溫泉 我們現在要走路去 溫泉街找飯吃啦 停車場一出來就有一個足湯可以泡 日本那個鄉下的區域啊 都滿流行這種一整個溫泉區的溫泉街 它的概念就有點像烏來或者是那個北投 但是又 我覺得又更風行一點 這個就是道後溫泉的本館 我們現在走進道後溫泉的溫泉街啦 剛查了蠻久的 有一家 3點59分 然後文青咖啡的漢堡 來看看好不好吃 現在走進了道後溫泉的油頂商店街啦 現在走進了道後溫泉的油頂商店街啦 中午吃這一家 好 這個麵包烤得很酥脆 然後魚肉也炸得很酥脆 吃起來很搭配歐 另外這個是牛肉豬肉混合的一般的漢堡 看起來也蠻好吃的 吃一下這個一般的漢堡 它麵包吃起來真的蠻清爽又酥脆的 然後搭配這個蛋跟漢堡肉 然後還有我點的這個蘑菇醬 有一點酸酸甜甜的組合 好吃啦 吃飽啦 逛一下道後溫泉的商店街 大家看一個蠻酷的東西喔 就是前兩天我才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個 Lawson上面有一個燕子 然後因為它停在L上面 所以店家為了要體貼他們 晚上就會不開燈 所以Lawson的L不亮的話 就變成awesome 就是一家很awesome的店這樣子 然後沒想到今天就剛好經過了這家店 真的是蠻扯的 接下來就繼續在商店街走走的逛逛 我們商店街逛的差不多了 現在要前往道後溫泉再看一下 在我後方的就是道後溫泉的本館 這裡跟油馬溫泉還有白濱溫泉 被稱為日本的三谷 唐海已經有超過3000年的歷史 另外這邊這個白鹿是因為相傳之前 有一隻腳受傷的白鹿 泡了這個溫泉之後痊癒了 所以道後溫泉的療效也因此聲名遠播 可以看到因為他們為了要保存這裡的古蹟 所以目前正在進行整修的公式中 預計要到2024年才會重新再開放 目前的話只有一樓有開放進去泡湯喔 接下來我們大概要開兩個小時的車 前往下一站足骨 再出發 開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來到今天的大部圍溫泉旅館 今天做的這家溫泉旅館是很溫泉旅館的溫泉旅館 鬼島牆喔 就是它整個就很日式然後很鄉下的感覺 好感人的飯店喔 竟然有國旗哲的紙盒 換裝完畢啦 轉一圈 好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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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今晚淘華料理 又有國旗囉 耶 有一個餐乾酒 喔 算是頗濃喔 很濃喔 濃喔很濃喔 有濃到 低溫調理和牛 吃看麥 超柔軟的 超柔軟的 有那種 三分熟牛排 稍微放冷一點 的感覺 這樣形容好像不是很好 好吃的和牛 吃飽囉 待會關節休息一下囉 快點去泡湯 好玩 早 休息睡覺啦 大家 明天見 掰掰